南投縣民眾服務社及縣內13個鄉鎮市民眾服務社 匯集了200多個單位與個人共襄盛舉 期待能幫助弱勢家戶在春節來臨之際 減輕經濟負擔過個好年 你看今天來想念你這麼多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給彼此熱烈度上一下 我們民眾服務社就是對民眾服務的事 所以我要對所有縣民眾服務社 還有13個鄉鎮的民眾服務社 要表達最誠摯的建議 那南投縣非常的溫暖 要照顧南投縣比較有舊式的團體 所以跟這個水墨連中 我們就說送一個水墨連中 送一個溫暖給每一個家庭的家庭 議員監警嫌表示 今年一共募集到200多萬元 白米以6000多公斤 期盼這樣的寒冬送暖活動 能夠紓解弱勢家庭的困境 我們105年度這個水墨送暖 是一個寒冬送暖一個溫馨的活動 非常感謝各界都贊助很多的金錢 以及我們的白米總計有202萬的現金 還有6000多公斤的白米 可以讓我們積極的水墨寒冬 很需要溫暖的貧困的家庭 可以讓他們一點點的紓解 議員曾正言感謝各界單位 及個人慷慨減囊 總共幫助了675戶弱勢家庭 期盼各界能夠繼續的關懷弱勢家庭 還有一個月就過年了 我們國副總統和我們館長 都有來我們的南道館 府邀館這裡寒冬送暖 受益的人數有675戶 對我們中國的社會感到很溫暖 再次要感謝我們這些 今天所有的熱心人數的到三天這裡 有付出 相信我們上天都有在看 一定給他鼓勵給他 日後的順利 擁保安康 萬事如意 希望他繼續來付出 繼續照顧弱勢這個區塊 本次活動除了發放慰溫金幾百米外 還特別邀請文化局長林榮森 與六位知名書法家現場揮毫贈贈送春聯 希望透過活動 能夠將愛與溫暖 一起傳遞給所有需要幫助的家庭 民意新聞林嘉惠南投採訪報導